歡迎收看新台灣 星光大大 我們這個險擠的中天的險擠巴士 今天正好到新竹去了 那因為這個市值的問題太熱了 我們有一位邀請了 一位劉姓的這個農民 他本身也有種 那我們來請教他一下好不好 看到底這個問題燃燒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最精準的 劉先生在線上嗎 劉先生在線上嗎 劉先生你好 你們幫忙跟我們講一下 就民進黨這個文宣出來以後 什麼一斤兩塊錢 這市值兩塊錢 對你們有什麼影響 這個一斤兩塊錢的市值是 太過分了啦 他這樣子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像我們幾天的話 就覺得很困擾 因為很多客人來 他說你們的貼店 市值那麼便宜的話 你們的市值賣得那麼高的價錢 我們都是都沒有漲價啦 問題是說你這句講的一斤兩塊錢 這樣子變成說 那個交費者的誤會說 我們這些加工業者的那個 你以為你們賣得太貴了 賣太貴了是吧 所以劉先生你們現在一斤是差不多賣多少錢 現在的話是一斤到我們今天的話 十塊到十二塊之間 十到十二 因為有民進黨這個文賢現在人家就罵你們說你們買的賣得太貴了是不是這樣 對對對 沒良心這樣子 你們現在怎麼辦 就是會影響到銷路嗎 還是跟這個買的人講清楚就好了 對我們會跟消費者跟他們講一下這樣子 劉先生你是怎麼 本身有種市值 然後本身也有做加工是不是 對對對 我們是加工的話 一年的量也是蠻多的啦 那你們去收購的時候那個價格是怎麼樣 有沒有像那個民進黨講說是一斤兩塊錢這個 是不可能有這種事情啦 像他們的話 因為當然啦 他們中間還要再經過卡車的運送啦 包裝啦 但我們手上的話也是十二塊到十塊錢之間 因為我本身做的視頻也這麼久了 有三十年了 當然是算起來 今年的價格會降到這麼低的原因 其實有好幾個因素啦 第一就是 豐收的話是會物件相容 還有主要今年又是沒有颱風來刮 還有今年他們的那邊嘉義那邊的水市的品質 都會有問題 我們這邊加工業者也是刮刮掉 所以說 診耗率很高 所以說是兩塊錢的市值是不可能 因為從 開始到現在的話 我們剛開始是十二塊 到現在還是十塊錢啦 所以劉先生你是說 今年本來因為這個什麼 豐收對不對 那價格本來就低了 可是沒有低到 絕對沒有兩塊 一斤兩塊的就對了 沒有沒有 我從開始做水品 到現在不成說 只有今年的價格最低而已 往年的話價格也都很不錯啊 因為就是今年 就是接連這個三種的因素 我們加工業者 我們這邊都是一個專業區嘛 很多的加工業者也都很希望說 大家盡量的再多做一些事 幫忙那個 南部南部的果農 因為大家也都是務農 劉先生 我請教你啊 劉先生你好 我是劉文雄 我請教你 你是加工業者 所以你是買的這一方嘛對不對 對 那如果水市在嘉義那邊的 那邊的交易價錢 你知道大概多少錢嗎 產地的價錢 這樣子的話 我是大概我會知道 因為的話 往年的話如果是說嘉義的水市 他們的價格也不會見到這種情形 目前大概你聽說 因為他們今年產量 產量多 然後品質不好 你認為他們 今年大概會賣多少錢 今年是嗎 對 今年的話是 嘉義的 嘉義的產地 市場上面 反應有的是一顆十塊 有的是五塊 你兩塊錢的話 可能這是一定會爛掉的 因為 今年會主要的原因是 像我來講的話 我在我這麼多年來認為 今年的那個 嘉義的市場 應該要大撈一筆 因為今年的天氣 是非常的難過 難過來講 相對它的水市的話 應該是會更 市場的交流應該會更大 為什麼今年的話 天氣是屬於一個天時 結果它的那個水市會 那個行情會快到這種情形 就是說 因為品質有問題 所以南京市 你的一顆 你說嘉義的水市一顆多少錢 在產地價格 不是你買的價錢 在那邊 那邊的價錢多少 不要扣那個 不算交通費 不算這個利潤 只算產地大概多少錢一顆 成本 這個是嗎 產地 產地 因為我是專門買新鮮的進來 新鮮的數字進來 他們的水市稅還要再套錢加工 所以我們今天的價格 到目前的話 最低價還是十塊錢 好 劉先生 剛剛本來劉文雄在問的是說 希望是知道那個嘉義那邊的那個價格 那今天好像是 陳虎雄 包括農會主委他們有出來講 沒有一斤兩塊錢 可能有一粒兩塊的 可是 政府已經收購也是用五塊錢 那現在我們比較關心 今天找你很重要就是說 你們那邊是很多人都在負責加工嘛 對不對 對對對 你是說現在因為有這個消息 那現在就你們都一直被罵 然後必須跟那個 跟客人的解說 解釋 解釋完之後有沒有效啦 那個賣的量有沒有減少 量是還OK啦 主要是說我們要跟他們 講的話 所以他們也是會 經理也是會反感 怎麼可以這樣子亂講呢 這樣也是 這樣就是我們 連像那個 帶市紙給我 他每天都有帶市紙上來的 可能他也是很頭痛 他就說 見人說 他在中間賺得那麼兇 這樣子了解嗎 他們在那個 像這樣一報導的話 就是認為說 他在那邊收購兩塊錢 到我們這邊下面來賣我們十塊錢 變成他在那邊賺其中的暴利 他們也是非常的 對這種事情也 你很氣老 劉先生你這樣講 我們大概知道 就是賣的人也賣不出去了 那你們去收購也變罵 那請教 那現在你們認為 你們這些朋友認為現在 民進黨該做什麼事情 當然現在是這個時候 當然的話我們 一個人的話 講話就是要有一個 一個 怎麼講 要講實話 要說我如果是 我覺得我將來 是為了將來 要怎麼樣的精神 我對 有一點洪水草動 我就偏有壓住 這樣子的話 對農民反倒是 沒有幫助的 好 劉先生你稍等一下 洪桂萊有問題 劉先生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他這個 月曆 水果月曆出來之後 那你們的客人 現在會不會跟你們殺價 他說反正那麼便宜 所以你應該賣便宜一點 有沒有跟你們殺價的情形 對 有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口見商農 真的 直線客人就開始殺價了 對 謝謝 劉先生我請教一下 因為你是買新鮮的水仕 來加工成柿餅 對不對 我們是叫做柿拼 沒有加工過 沒有加工過 那這樣你去 你自己不種柿子對不對 我自己也有種 你也有種就對了 那你也有去採購別人的 因為自己做的量不夠 那你去採購的人 你會不會說 現在有人說兩塊錢 我去跟你用兩塊錢買 你會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不會啦 因為我本身也是物名 買不到 知道農民非常辛苦 如果是說是兩塊錢的話 如果是我的話 我是不會採收 因為這個是 當然叫做 豪女當拍女當 對 今年主要的問題 我就是有 我剛才就講過 有就是這三種的因素 好像往年我已經 我本身這次領加工的話 已經三十年了 今年的價格就是會 所以價格最低而已 不要說 今年剛好分到這邊 果農已經很傷腦筋 我們加工業業者 也是非常的傷腦筋 你知道嗎 因為今年的品質 我們在今天已經跟你收購上來 在削皮 在加工三四天之後 都很會捕爛掉 我們今天加工業者 也都會 也帶很害怕 一心想要多做一些 但是不敢 做越多就是可以越多 像我講今年的話 你們的那個 家喻的信用 應該要大撈一比 天氣非常的適合你們的 今年水市的銷路 結果呢 就是因為你的水市有問題 泡出來都很會壞 那個水果攤的話 我賣的水果攤 賣一兩天就爛掉了 誰敢批來賣 所以說不能說 我應該要想自己的 我在這個 果樹照顧的平均是怎麼樣 防治的 栽培的方式怎麼樣 不要說這樣子 今天剛好一崩到風收年 我們看到沒有台風 自己的品質有問題之後 至於大堆的問題 一倒下來 就規則說什麼政府 或者怎麼樣 也不要說什麼 降到什麼一斤兩塊錢的 如果我本身我是 劉先生剛講這個 講這個是很重要 他們自己在中他們就 他們就知道 如果是真的兩塊 一斤兩塊是真的太厲害 他剛才講 包括什麼以前 他跟我們講什麼 包括你之前要去採對不對 那你要包裝 那如果兩塊錢的話 根本就不負成本了嘛 所以這個東西是很嚴重 觀眾朋友你這樣聽劉先生講 就應該懂了 他自己中了 自己負責採收 我自己運銷的就知道說兩塊錢 那放在那邊給我熱的話 怎麼要摘下來 對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乾脆給他掉在地下 當作肥料 因為當然是在那 購女湯拍女湯 今天就碰到拍女湯 當然是明年的話 他的價格也應該會掉上來 因為我做這麼久了 就是今年會創造這種情況 劉先生講這個很重 你稍等一下 輝文有問題要請教 你稍等 蔡英文主席這樣講說 他講的是產地收購價 這是常識啊 所以大家看劉先生 做這個飾餅做了30年 蔡英文做幾年 蔡英文其實是外行的 我現在要請教這個劉先生 因為我當 其實你說蔡英文跟劉先生 我要相信誰 我當然相信劉先生 我相信是蔡英文的外行人 那劉先生我要請教你 民進黨不道歉 還罵說沒常識 你們怎麼辦 這個叫做怎麼講 這個他應該是 如果是稍微有能夠判斷的人 應該是知道是 他也許是有意想要幫助農民 但是你這個反倒是一個反效果 變成是說 害到農民啊 這樣我們也是屬於農民嘛 你這樣子講的話 什麼一斤兩塊錢 那個果農的話 真的會給他孩子 如果是果農的話 我果大 我獅子既然這麼賤 我把果樹全部砍掉他 來年的話呢 你叫果農在種什麼東西 因為獅子有好年冬快年冬 你今年剛好碰到 那你的話 當然政府能夠補助一些補貼一些 這個是一個是最好的方式 你現在變成說 你是一斤兩塊錢 給士農他們的感覺 就是說啊 我對這種這種種獅子 已經沒有希望了 他們很多 我現在聽說 我舉個直接 針對果 直接說過的果農 他講說他 旁邊很多果葉 已經開始在砍獅子樹了 砍了不少了 砍樹啊 對對對 他們就是說 聽到這 因為他們覺得 價錢這麼賤 已經在開始在砍 認為說 種這個獅子 已經沒有前途了 那個劉先生太多問題要問了 包括那個士雄 剛剛都在擠手 我們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廣告回來 再請教你好不好 好 拿回來